鑑於第三波的疫情突然變得嚴峻 我們醫護的人手和病床的設施 也變得有一段時間比較緊張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繼續站在抗疫的最前線 為香港的市民服務 所以當亞博這個場館需要人手的時候 部門需要人手去調配的時候 我也是第一個舉手致願去參與這次的行動 希望見證和參與這次 一個香港市務戰利的抗疫行動 來之前反而是特別擔心 因為當時疫情特別嚴峻 其實到現在為止我們都見到 那個死亡數字雖然不是說多 但每天都有少少少少少增長 而這些死亡的數字或者病人 其實最主要都是一些年長的患者 本身有一些長期病患的患者 希望透過亞博這個設施 能夠將那些比較年輕的 沒有什麼症狀的市民隔離 中斷了他們有機會感染一些高危群組 或者感染一些年長高風險的患者 希望能夠保護一些比較體弱 或者年齡大的人士 希望能夠這樣減少死亡病人的數字 但是來之前其實政府和醫管局 幫我們安排了一些訓練 令到我們對現在疫情的實際情況 會面對的問題 怎樣做一些防禦措施 是有一個很深入的講解 令到我們釋除了心裏面的疑慮 然後才來到這裏阿博的場地 我記得我們在講座裏面 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強調的地方 一定要保持零感染 專門做這個動作 提醒我們在治療的過程裏面 一定要保護自己 所以我們在治療的過程裏面 非常之謹慎 包括自己和我們的同僚 防護裝備的配戴 我們都提得非常之謹慎 我們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 都因為這次疫情大受打擊 所以我們必須要作為醫護人員 必須要挺身而出 去對抗這次的疫情 希望能夠盡早 令到這次的疫情 就能夠受到控制 然後令到香港的經濟能夠重啟 我想大家都很懷念 自己支持的美食的食肆 或者是支持的商店 因為這些疫情 就造成了他們都停業 甚至乎是結業了 就是因為這樣而要結業 所以我希望我們作為醫護人員 必須要承擔這次抗疫的使命 去為香港市民服務 我希望在下一年的今天 我們可以去回自己心外的食肆 去回自己喜歡的商店 去支持他們 我們不需要再以口罩相見 我相信香港是一個充滿奇蹟的地方 只要我們同心協力 求同傳義 我們一定能夠達成這個奇蹟